11月30号下午 在2024至2025赛季 国际雪莲单板及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北京战中 中国选手杨文龙和苏毅明 包揽男子单板滑雪大跳台项目资格赛前两名 携手晋级决赛 本战比赛为国际A类赛事 是获取2026年米兰冬奥会积分的关键一战 男子单板滑雪大跳台资格赛分两组进行 每组前五名晋级决赛 每名选手滑行三次 取两次成绩计算总成绩 我没想到能拿到第一 但是因为我知道 假如内转18和外转18都战了 进决赛肯定是没问题 这次比赛就算是准备特别好 因为前两场公演训练的时候 就是状态特别好 所以今天就是把自己平时训练 首先发挥出来也是很开心 很开心能够去按照自己的计划 完成这几个动作 只不过最后一个1980 可能因为一些技术的原因 没能够很干净利落地完成 但是还是能进入到明天的决赛 希望明天能够去吸取一些今天的经验 在明天做出最好的自己 此次是苏毅明季2022 北京冬奥会和上赛季世界杯 两次夺冠后 第三次在雪飞天亮相 苏毅明表示 回到这里比赛如同回家 站在出发台上很有力量 本场比赛苏毅明和杨文龙的出场顺位 十分巧合 分战头尾 苏毅明第一位出场 杨文龙则是第26位压轴 杨文龙表示 出场顺序靠后 既有力也有弊 前面出场和后面出场都有力弊吧 因为你前面出场就是 因为刚公开训练完事 结束 然后你直接就可以比赛 所以前面这就是力 然后你让最后一出发 就是可以看前面的运动员都做什么难度 再自己能调整一下 本届赛事的男子单板滑雪项目 共有来自世界各国的53名选手参赛 赛后 各国选手也对手钢滑雪大跳台 雪飞天的场地条件点赞 对,它非常好 整个团队是非常好 整个踢出的 就是总是很惰难 如果你不能展示自己的最好 它是非常有趣 我喜欢这个踢出 它是非常好踢出 它是很开心的 我喜欢踢出 我认为我的第一次在中国 是在2016年 所以我已经来过了一段时间 所以它是很高兴来 男子单板大跳台决赛将在12月1号晚进行 苏毅明 杨文龙等选手 共同冲击此次世界杯男子单板冠军 冠军到底花落谁家 一起拭目以待